1989年出道的新人当中 有一个名字当时并不起眼 他叫做黄静雯 乐坛发展总是日新月异 三年之后 阿飞凭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首夺金曲 很开心因为 今年是第一次拿到中文金曲 很感谢香港电台给这个鼓励我 一首黄菲自己填词的执迷不悔 真诚地表达出她的生活态度 很开心 我自己第一次填词这首歌可以获得奖 在这里很感谢写这首歌的袁慧仁先生 在这个时候 黄菲发现了一位对未来十分重要的战友 林直 多谢黄菲 因为她把这首歌唱得好 所以才有机会 自此之后 黄菲在十大中文金曲上得奖 和演唱的所有作品 都是出自林直之手 90年代 话语乐坛是黄菲的天下 94年 她改回真名黄菲 她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她决心以醉黄菲的态度表现自己 对演唱会和跨演唱会没有兴趣 我不是很有兴趣 说到现在也是 是 我是一时一时的 有时候突然想做一件事 我都说我不喜欢做表演 喜欢做表演 对 就是喜欢录唱片 或者做你的音乐 其实每个表演都差不多 我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Ku是黄菲最重要的标志 我没有什么说 我又怕说出来 又什么 是 就是免得可能有些误会 免得这么多误会 王菲的音乐魅力 征服了整个华人世界 第21、22、23届三年 获得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 王菲这个名字 从此享设华人世界 做自己是王菲的人生哲学 听着王菲的歌 时刻提醒我和你 爱自己 做自己 无奈要他依靠 为他也不必 一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